24节戏的盲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 盲众也有很多角度 我在做时事节目我常常提及 包括就是写正字读正音 因为大家都看到 可能你会看到不是盲众吗 很多人都读错了盲众 当然你读盲众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究竟是谁的节戏 但一般来说就是盲众盲众 因为很多24节戏都是基本上 和农民的作息有关 虽然现代农业不是和24节戏的时间一样 差了很远 但是就是盲众盲众的日子 盲众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故事可以说 但其中有一个后来有些专家考证是假新闻 或者是假出处 因为有一个就是盲众要祭花神的习俗 为什么盲众要祭花神呢 因为春天就花开 盲众之后就很热 现在大家都很热 那就拜拜些花 因为你要送走那些花神 占别那些花神 然后就去到夏天结果的日子 所以有这个送花神的习俗 翻查记录 你上网很容易都找到 通常都会说是《红楼梦》说这件事 《红楼梦》里面写过 就说这是一个古代的习俗 有些人也说 应该是讲哪一本古书写的习俗 但也有些历史学家就说 我找过那本书来看 没有这个习俗 就是会不会都是《红楼梦》作者 只是作者 你知道 《红楼梦》和《花》的关系 是多么密切 代行又撞花 大家又想完花又会写 尹马斯作下队 所以你就有这个亡众 就是战别花神 就是祭花神的习俗 在这方面 我觉得也挺私意的 尤其是我觉得 经常说在香港推行国教 或者是如何令它对中国文化 有更多深厚的认知 你一定要继续一些有趣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 才行 譬如说在台湾 如果是毕业的话 有些很浪漫的习俗 就是帮她心仪的对象 通常是女同学 那位男同学 就会像你这样 穿着一个很漂亮的校服 排花 就把那些花 砌回女生的名字 那她走过的时候 就会看到了 如果停下 这件事多么密切 如果停下的话 就可以继续聊 如果她走过了 那就毕业了 那你真的不像你 走过了 你追上去就继续和人聊 你会知道这件事 作为一个创业家 就会轻易放弃 对 所有的机会 对吧 我们在讲中国文化 你讲到 《宋花》 《少男少女》 《情投初开》 那你就由这个位置切入 他可能会觉得 二十四节戏 可能他会感觉到 这么古老 但二十四节戏就是古老 但你不要把古老的东西 令他变成老土 是 就是教书的人的责任 老师的责任 就是 你是老师 你不要把东西变老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 《红楼梦》 就是《亡纵祭花神》 你不要教他读得对的字 你可以鼓励他 看起码那一节的《红楼梦》 让他们想像一下 那时候的女孩 是有多么优雅 多么漂亮的 然后再说回祭花神 这件事 其实可能是假新闻 引伸她的通识讨论 这样你就让她 多一点的想像空间 多一点的学习 就算她多不喜欢学历史的东西 你也帮她一些 和现实的现象有关的东西 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中山有200年的历史 推动一个《菊花节》 这个《菊花节》 因为中山就是盛开菊花 200年以来 就越来越少了 小朋友参与 越来越无人去 然后就发现了 觉得好像一个 连内地也是这样的 长者活动 最后在大概三年前 市政府就在想 我们怎样可以 吸引更多年轻人去 那时候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引入了 一位香港的制计师 在那里将菊花 做了一个展影 亦有很多互动 最后很多学校 安排小朋友去看 小朋友就觉得 原来菊花节是有得玩的 第二年 市政府的朋友就跟我说 那些学校是问 那你有什么玩 是不是可以继续帮他们 谷花节有什么玩 没错 这也是事实 我们如何将传统文化 故意一个新的创作 然后令到它 适合现有的世界 甚至乎你说 我不明白 例如有很多蓝丝阵营 强烈爱国主义分子 他们经常都说 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 喜欢去日本 是不是这么喜欢日本文化 甚至乎说 日本是在乡下都有的 有没有搞错 那你确定是可以 有没有搞错 因为你是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想 为什么 而我觉得日本人也好 现在韩国人都越来越做得不错 甚至乎我觉得内地都越做越好 就是他们有办法将一些很古老的东西 变成了一些很潮的东西 你觉得买这东西很漂亮 就是他真的可以将 譬如举例 将日本的古代文化 结合了新世纪福音战事 然后大卖的 又可以 譬如你内地 有玩完神的就知道我说 没有玩就不知道 他可以将一个京剧的角色 放进一个手游里面 放进一个游戏里面 很有型的 而且全球都想 玩这个角色 你就用这个角度 去彰显你的软实力 建制派真的不好意思 你经常觉得 你不能推进国民教育 是因为你老土 不是因为学生觉得你老土 而是你认识的东西很老土 你太过小心 你是可以说一些很正经的东西 但你引他进来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不如你说花 文化二番 每个人都试过 少年十五、十六时 永远有老师跟你说中学生 不应谈恋爱 不应还不应 他真的会有恋爱的感觉 对吧 他对于花、对于爱情 是有很多的想像的 对 是 其实跟你说这个话题 你很闷 因为你收花收到已经手很圆 不… 其实花是一件 你看到你会开心的事 所以我家里常常会有花 其实女生看花到今时今日 特别是香港女生 其实她们对花 已经是很多的想像 其实香港买花 真的买到手远 对吧 又有盒花 然后盒花又有很多款 花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送花在最不适合的时候 也会赶走身边的人 什么意思 譬如 我… 我以为是送兼兰 有时候才会赶客 如果你想送你一个心仪的女士 你未必知道她是否对你心仪 花是一个很浪漫 充满爱的东西 有时候会令人未适应 就会压走人 你的意思是送花 就已经去到另一个阶段才行 对,没错 你客客送花 反而会吓人 没错 没问题即时送 电视电影桥段很多 那边收到那边扔下去 垃圾桶 有很多这样的状况 所以送任何东西 其实都要适合时节 适合时间 就跟我们24节戏一样 本来24节戏就是这样 告诉你这个时间 其实做什么最适合 做什么的举动 本来就是最帮到奸作 我明白 但我刚才长叹了一口气 我突然想起回带 我们第五波的初期 是因为农历不过后 就开始爆发 是的 然后我们节目也有说过 情人节 然后是元宵佳节 今年的情人节 也挺隐口悲壮的 很多人送花 送到送不到上办公室 要放在路边 弄到怒济 作为一个女性 她会不会觉得 算了吧 你等我下班不行吗 你要找人送过来 弄到怒济 那我怎么收花 我去收回带 那时候回带也很糟糕 还是还是要送的呢 譬如她说要看时机 如果那个时机是疫情 没有人希望再严重到 像第五波那样 但第五波的时候 疫情那么严重 你就不要送了 你应该去看时机 你等我下班才拿来 当然也有人说 你等我下班才拿来 有用吗 即是旁边的同事 已经要无用 威了一整天 那需要送还是不需要送呢 现在我结婚 就不用送了 但我还是女朋友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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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浪费 但做女朋友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少女的心态 你也想见到那个花的心情 我也想见到 所以 放在路边也接受吗 我想对女生来说 花也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化学作用 事实上也有些研究做出来 其实这是有一个生理和科学的基础 回来再解释给大家听 好我们说谈谈亡中祭花神 即是战别花神 这个就是《红柳梦》写了 我们刚才也提到一点点 如何可以和国民教育 和通识教育有关 也提到香港的状况 包括一些办公室的礼仪 当然你问我 其实在香港这个环境 现在越来越有点像内地 一些官方活动 都会摆杂花在演讲台上 我也是有时候觉得 内地是有点的 香港硬是很奇怪的 这件事很一注 还是要特意学内地 但又学不到这个感觉 你有看到很多官方记者会 我觉得 怎样的那集 放过我吧 可不可以 但事实上 你问我 我都留意到 我觉得是没有需要存在的 对我的感觉 对我的感觉 我们或许有部分的朋友做活动 现在多少都想访效一下 国内的做法 又或者适应一些国内的做法 但我觉得 香港始终都是要留住自己的特色 你可以访效 重点是访效 不是抄袭 如果你访效完之后 你是做得比原先好 你有啟发性 你也可以放一些 有香港特色的 摆花或者插花的方法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想上花艺课 我才有些男生去学 花艺 如何扭来扭去 其实都有很多学问 我又上花艺课 而教我的花艺老师 正正是男士 是吗 是的 即是花艺技巧 我应该收回我的言论 对不起 应该没有性别歧视 插花或男生是不行的 足球员插花也可以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个 和事实有关 另外一个 我到今天也是非常烂烂的 尤其是你这么多地区工作的经验 我到今天也是不明白 为何区议会还可以接受 周围放烟灰江花 什么叫烟灰江花 就是那些铁扶手 经常挂着盆 那些盆 有人当烟灰江 有人当垃圾桶 用来种花 就叫做绿化了 而且也挺贵的 其实所有的地区小型工程 成本都比较高 我经常跟他们说 其实我们的使用 是否可以多一些互动 除了你刚才说的 厌灰江花 对 那些很浪费 我真的觉得 另外就算 我们很多的 传统的迫布板 其实你又要贴那几张海报上去 又不知道给谁看 又要找个人去贴 接着在政府找个人去监管 抗卓塔去贴 整件事都是不正常的 整件事就像你这样说 贴吧 不就是这样说 社区的陆化美化 其实我们可以做多一点 有一段时间 在屋苑里面是会有的 但也好看当区的居民 和区员的互动 现在就进步了一点 我仍然都很不接受那些栏杆 被人当作烟灰江的花 当然我以正事听 麻烦你不要这么无功德心 那真的是烟灰江 我说是因为你们太离谱 要在这个节目谴责一下它 但多了社区的花圃和龙袍 让一些人去种他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地区工程的发展 但有时我有略嫌一色一样 因为就是害怕 如果跟其他区不同 其他区又会说 你又要我再改其他东西 那有没有所谓 是良性竞争 只是良性竞争 是否送花 可能送一些比较漂亮的 没有那么漂亮的 也有很大分别 其实在研究上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教授叫Halfland Jones 中斯教授 没错 他访问了147位女士 跟他说 送花的意思是多谢你 有花 即不是追求你 不是追求 纯粹是多谢你 有花 有水果 和蠟燭 他促递员是一个观察员 就是观察一下你的表情 送花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很享受式的 比较一致的表情 他们三天之后 再去重复那147位女士 都是同一个表情 他就会觉得 其实花有一个力量 会令人开心 所以男士 即是比较起水果 对 和比较起蠟燭 没错 他们就会没有什么感觉 或者没有什么表情 但花是同一种表情 他就觉得很神奇 花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听女士说的 一定要听清前文和后理 刚才Fonna说过 她结婚后可以不收花 但她刚刚也告诉我们 其实是要持续送花 不论什么情况 因为花有一种花力 令大家的心情更好 但关系还会更好 没错 在今年来说疫情 是 或者以前 做了一个搜集 在Google搜集 horrible delivery 比以往多了一倍 好的 所以… 多了人数花 对 多了人搜寻數花 这种事情 没错 可以减压 因为可能看不到,是吧 所以需要想想到电商发展 我們現在經常說快速的電商 我們今天這一刻就下訂 希望即日內就已經送到你那裏 實際上在那個環境一直這樣演變 大家在舊有的一些傳統想法 都會有一些新的思維模式去做不同的事情 我想接下來那個所謂夏天 我們多了很多活動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多了一些人拿著花在街上走來走去 現在你就可能看到互相送來送去 但我認為重點是你送花也好 其實現在因為已經送花送了那麼久 你還是要做功課的 例如剛才他說送花、蠟燭和水果 其實如果你想把花力發揮到最大的功效 那你當然是又送花 然後又送水果 然後送一些有花藏在裡面的蠟燭 那你就可以三樣東西加在一起 發揮最大的力量 但譬如你說將來送給人 夏天你繼續想想怎樣可以哄人開心 那我覺得就不只是送給女士 男人收不收得花呢 我又覺得父親節收花 剛才的花力是對女性有影響 還是對男性也有影響 父親節就是來了 我覺得無論送什麼都好 我們其實過去那兩年多 我們已經經歷了很多 可能有新來死亡的 甚至乎離開了移民的不同狀態 我們需要有一種態度 或者有一種承載的物質 去將我的情感表達給你知 其實我是關心你的 其實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見 其實我們是知道的 未來我們也下一步怎麼走呢 香港也至到全世界在疫情之後 我覺得這些信息要多些 有一段時間社會經常都說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 大家都相互抱一抱 大家給一個魄力 給一個鼓勵對方 我覺得這些都是社會上 接下來大家經歷了這麼久的疫情 這麼難 是否都應該多些推測 說這些正面的信息呢 我真是想回答 既然Gary說了這麼多 他不敢不買花 父親節其實是否都是買花 哄哄爸爸呢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男性未必很善於表達這個感覺 所以由於疫情 大家經歷了那幾個月的 這麼難捱的日子 是否可以珍惜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呢 其實送花給男士又有什麼問題呢 我又覺得 反過來 如果女性送一次花給男士 可能那個效果是… 比起過去他收了這麼多的花 反應是大很多 這些我覺得全部值得去思考 值得去思考 重點是甚麼呢 重點就是… 你去送東西給別人的時候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你有沒有想到送東西的意義在哪裡 那個細節在哪裡 今天沒有時間說吧 譬如說 每一種花都代表了 有它的花語 有它的意思 其實很多現在做高級餐廳的 他們每次想到餐牌的時候 他們會想到擺甚麼花 在桌面的 這些其實我們今天說不完 你上網隨時可以找到的 不如我們嘗試有一個 突破一點的傳統 新的想法吧 接下來父親節 不如也嘗試送花給爸爸 向他表達出你的愛意 那不一定要一宅 你送一個盆栽給他也可以 因為男人可能很喜歡家的感覺 你要他照顧盆栽 他照顧得好的盆栽 你也提醒他照顧家 我們今集再跟大家探討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節氣是我們以前 農奸社會中很重要的奸作指標 亡眾這個日子也告訴我們 氣候會有所改變 農夫要考慮一下 究竟之前種下的東西 我們馬上收割 未來的土壤氣候變化的時候 我們又要種些甚麼 亦有一個習俗就是祭花神 花是我們很多時候 在喜慶場合都會用到的 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寓意 有不同的表達的意思 無論你在甚麼場合也好 大家都要想一想 你送東西給別人之前 要用心去思考 要用心去思考 你想表達的意思是甚麼 亦過去似乎少了去教育 我們不同的市民 或年輕朋友 花的寓意 今天大家要找相關花的資訊 是很容易的 互聯網上有很多資訊 你想要送花嗎 想要送給誰 想清楚 做好選擇 做好決定 我想要送給你 我